各位大家午安 主席請部長 請江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今天你上來的時候是走樓梯或是搭電梯 走樓梯 你小不小有一個電梯 知道但是沒有用過 你知道那個用開放了嗎 開放了嗎 開放可以做了嗎 不清楚因為沒有用 所以我知道你不清楚我在這裡 我跟你講本席在 第一個會期進來就注意到 我們整個立法院的無障礙 經過徐中雄委員 我們那個王榮章委員 他們我覺得他們非常辛苦 你要爬到二樓爬到三樓 拿拐杖 對不對所以我們 第一次第一個會期我就從 預算審預算的時候來要求 這個無障礙所以現在呢 已經開放了 可是呢很遺憾的 我們立法院好像沒有宣布也沒有通告 大家都不知道那邊有一個電梯 放在旁邊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大家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說 很多都不重視這種無障礙 部長要不要等一下去做做看齁 好等一下我回去 第一個要做的應該就是你啦 要去試試看嘛 那個好不好用啊對不對 好不容易 所以我們把全院的四十八項的無障礙 全部檢驗過 然後現在呢 邊來預算現在 全部四十八項我們也都檢驗過了 都已經 包括青島東路那邊的會館的無障礙 還有無障礙措手 那邊是配了很大的力量才完成的齁 你應該要感謝我啦齁 你們都沒有去努力這個部分齁 還有現在我擔心的 我們現在台灣那個舊的房子很多對不對 可是將來老人的人口也更多 來在這個部分的無障礙 是 部長你有沒有什麼方案可以來解決 向委員報告我們已經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比較困難的是都會地區 那我們的做法基本上就是 會 規劃一套這個補助的機制 鼓勵這個老舊的公寓 他們來進行 無障礙空間的改裝 就是說電梯 還有那個升降的 那個補助費是多少 有沒有預估出來 你今年的預算裡頭有沒有 我好像沒有看到你們有無障礙 那麼大一筆預算出來嗎 什麼時候要開始實施 預算我不太清楚經費是多少 這個如果同仁等一下是不是再補充提供一下 好 現在呢 台北市的房價吼 吵得 真的是很厲害 在大安區 三十幾年的房子 你知道一筆賣多少嗎 不知道清委員 八十幾萬 這種天價 誰買得去啊 舊房子耶 你新的房子都要九十幾萬 九十幾萬到一百多萬 現在馬上要蓋的 現在我們出售了很多的這個 這個什麼 什麼龍委會土地啦 國有土地很多 都是小塊小塊的 那個一蓋起來齁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土地一標標的很貴 非常的貴 跟市價 本來是底價是兩百多萬 他現在一標標到六百多萬 這種這種價格啦 你說這些這些 有些這個薪水階級的怎麼買 那難道說 部長你沒有說要規劃說 你這個房子的買賣 應該要有一個 他要報稅嘛對不對 買賣交易的時候要報稅 你們有沒有這個 資料說 要掌握這個整個市場的價格 向委員報告在不久前我們跟 好幾位這個土地 跟都市規劃的學者 有聚餐跟討論 是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 因為在一些其他國家 包括美國好像日本也是 美國有啊 對 日本也有啊 那你們準備怎麼做 這個交易的資訊怎麼辦 你看 很多這個什麼什麼房屋 新義房屋什麼房屋 一大堆 都隨他們在喊價耶 他們憑什麼憑什麼用什麼標準 你一個政府應該有一個資訊嘛 那這個資訊的平台是什麼 要怎麼樣來來來擬定 對不對 誰誰能夠回回答我這個問題 是在短期內 我們還沒有說要去強制公佈這個資訊 但是我們是透過去調查的方式 來掌握一些除了房地產公司 他們所宣布的資訊之外 你覺得部長 你覺得政府不應該取得 不動場交易的這個價格資訊嗎 這裡面涉及的 這裡面涉及的問題比較多 所以 我剛剛有跟委員報告到 已經有我們的委員 向我們提出這個建議 我們也會請我們的地政司 跟營建組 我們真的不要齁 不再准許我們的房價 這樣子的標障 沒有道理啊 台灣沒有那麼 你有錢 有行沒錢嘛 對不對 你這樣標障 真的是讓人家人民的心裡 怎麼怎麼想齁 其實要修改這個齁 很簡單啦 剛剛你們說好不做 不做就不去想 其實這個很簡單啦 你用土地登記規則 去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嘛 有沒有人可以知道這個東西 我相信你們一定知道的 蛤 土地登記的規則 是不是可以直接修改那一邊 還是不設計 土地登記內的程序 規會資料提供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啦 你去修那個東西就可以了啦 本來我們以前也是想 朝著這個方向來做 但是因為 業界各方面的反應的意見 也不大一致 所以我們想 目前我們也在研究 是不是可以朝著一個修法 但我們也參考各國的一些例子 好像有些國家也並沒有定法 他是 不要你不要說有些國家啦 我現在講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房價這麼標障 政府應該有責任來預製嘛 那來阻止的話 你應該政府要有這個資訊 然後資訊之後 你們就很簡單去改一個 土地登記規則 當然這個 會有一些問題 可是你們要去克服啊 可是 你如果說 合約裡頭 他寫的少 可是他將來還要賣啊 那是不是偽造文師 對不對 那就成立了嘛 那登記 還有就可以 可以取消他的登記的效率嘛 這個 就這兩個 所需而已啊 人民就不敢那麼 那麼 抬 這個 烘抬這個 房價嘛 對不對 這個 部長 有沒有想要 要做 要讓正本清源來做 向委員報告 基本上 盡量讓買賣的資訊公開透明 是我們整個施政的方向 那至於說 中間涉及到修法或辦法更改 要考慮到各種面向 我們會比較審慎的來 我知道這個會 會引起很多的那個 可是這個 應該政府要去管控的責任啦 你們責任在哪裡 不要說 為了一些人的反彈 為了房屋公司的反彈 你們就不做 我覺得政策是要往對的方向去走 好現在 我們 這個 政府要開發平價住宅 對不對 對 那平價住宅跟國民住宅有什麼不同 其實在實質上是差不多 是差不多嘛 那麼國民住宅 以前賣了之後 他們三年以後就可以再賣 是不是 也一樣是 沒有辦法達到這個 租屋的要求 還是沒有辦法達到平價住宅這種 你們現在的平價住宅是怎麼樣來規劃 預備將來要怎麼處理 是 我想我們從過去應該也吸取了一些經驗 因為本來 國宅政策是已經終止了 但是因為最近這個 房價的問題 使得政府基本上會 重啟這個 政府新建平價住宅的政策 所以我們打算把過去一些 執行上比較有問題的地方 看這次能不能盡量避免 那麼剛剛委員關心的事情 我是不是可以請委員長來想您報告 我們 院長 不是指示今年度要把這個平價住宅蓋起來嗎 有沒有 在A區啊 林口A區啊 不是今年度 但是我們現在在做 林口A區站區啊 要配合那個捷運通車之前 那是民國一百零二年 一百年齁 那我們現在開始規劃 那一百年齁 要幾戶 要蓋幾戶 一百零二年 A區那一邊是預定四千戶 四千戶 四千戶 四千戶裡頭 有沒有一些 啊 一些這個社會住宅 保留 保留給這個品 現在還在規劃中 我請署長跟你說明 八委員 這個四千戶裡面 未來蓋的 可能會分做三個型啊 一個是二十八 三十二 三十四這樣啊 但是在現在是還沒有 你現在是採BOT方式呢 或者是由先政府來招標 不是 就是現在最後的方式還沒有定案啊 那可能就是我們兩個方式 一個方式就是我們把土地作駕 然後由民間來蓋 但是我們政府會給他規定一個固定的價格 好民間來蓋 我知道你們規定價格十五萬 這個十五萬是怎麼算的 呃 根據 為什麼不是七萬為什麼不是五萬 我我我算給呃 委員聽一下 這個土地取得的價格齁 就土地的價格 然後再加上他建造的成本 再加上 要到十五萬是不是 十五萬以下 十五萬以下 是 這個齁要有明確的政府要有管控啦 不要到時候又標標障起來又又 又 不會不會 我希望能夠保留一半齁 做為平價住宅可以嗎 這個這個政策是 平價住宅齁齁 我們希望能夠五百戶最起碼五百戶 要考慮老人的那個社會住宅 因為這個整個 有沒有這個規劃 現在是還沒有 有沒有這個規劃 跟委員報告 呃如果是以 呃我們在住宅法裡面所規定的社會 你們的住宅法到現在一直辭職都沒有拿出來啊 有啦在在行政院 蛤我我我 你們這些評價出來為什麼不 不不在大安區蓋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蓋 你現在 你現在 唯獨挑那個那個那個林口的A7站區在在蓋 我有感覺很奇怪 那其他人要住的話還要跑到這裡住喔 蛤 這什麼原因啊 沒有多少地可以蓋 這個是 欸欸很多喔 很多什麼沒有 你就是你就是 你就是國有土地拿來蓋 為什麼一定要賣呢 對不對 我希望保留他這邊有社會住宅跟平價住宅 好不好 我們會下院長反應 這個地方啦 應該要保留啦 如果你住宅法過去之後 你這些社會住宅還是要保留的 我希望用租的喔不要賣 這個部分都要用租的啦 是 你國外這些社會住宅跟那個那個都是用租的 你再賣出去就像 會像以前的那個國宅這樣的情況又重複 對這部分我有請同仁去研究 對 好 那我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我改天再跟你討論那個 你們以 以方 以防養老 的問題 明天 明天我們再來討論 好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